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1月12日 星期五 這一節跟大家說香港的政治新聞 這一節跟大家說這個 頭共一家親 為甚麼這樣說呢 今天發現了一些很奇特的現象 竟然有一大堆 我也不要叫他們民主派了 也不知道是甚麼派的人 有些就說自己中間派 但有些 他們的特色是甚麼呢 他們現在就叫做兩面不時日 他們 本身就是疑似香港民主派 但是坦白說 你走到今天 到底你是甚麼派呢 這就令人非常之質疑 這些基本上都不能稱為民主派了 所以 那個新聞 就寫說這些叫做非建制派 坦白說這個寫法 真的有一點點不知所謂 不知所謂那個不是寫這個字眼的人 而是這群人不知所謂 搞到媒體 還有時事評論員也不知道怎麼界定這群人 所以 這群人就叫做 投共派 不要再寫甚麼非建制派了 你是投共派 你也不是建制派 因為你現在才投嘛 投共派 投降的頭就是動詞 投字你可以當作投降 你可以說是投向 投奔也可以 他們就是 投共派 你已經清楚說到他們 原本不是建制派 但是你清楚說到他們 現在在做甚麼 如果不是很誤導的 看你的新聞真的看到偶 甚麼叫做非建制派第五界別 所以再說一次 新聞 媒體 不需要太過刻意扮中立 實際上你每用一個字眼你都會下了判斷 我問你甚麼叫做非建制派 你是不是要幫他澄清和洗白 所以這個字是不可以用的 非建制派 你遲些就有些人叫做非民主派 然後呢 非反對派 非港獨派 非暴徒 有非暴徒抗爭者 沒理由這樣寫的 還是非恐怖分子示威者 沒理由這樣寫的 所以就不會這樣寫的 所以香港人你不會寫暴徒 你不寫暴徒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有一個 看法和立場 其實這件事不需要掩蓋的 所以不要用這麼無靈兩可 這麼混淆的字眼 他們是投共派 你就叫做投共派 如果你覺得不好聽 你可以叫做妥協派 這就交給你決定了 但是非建制派絕對是一個非常之 錯誤和難聽的名字 這節要說的是三個人 有兩個都不用問的 一個叫黃繩子 一個叫敵志遠 還有 剩下一個本來是民主派 現在是 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叫做 馮檢基 也不止他 當然還有就是這個 獲得 陳萬奇提名的人 在一個名單上 很公平的 絕對沒有針對你個人 你們只是出來參選 讀你的提名者是誰都不行 我沒有理由包庇你的 沒有可能的事 你出來參選 公眾事件 跟公眾交代 公眾給你選票 你叫人出來投票 你哪個提名你都不可以說 你們這些人發生了甚麼事 麻煩你們自己 跟公眾解釋 我們作為公眾的一份子 作為媒體 有責任 有道義 一定要去追問你們發生甚麼事 不要跟我說你出來參選 做立法會議員 你打算不受公眾監察 真的很好笑 我告訴大家 你能夠監察這些所謂公職人員 就是取決於你有沒有票 票我們就有了 不過當然就不會投了 所以 你有權去質詢 我們繼續跟大家說 這節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媒體多重要呢 媒體沒有了 他們做甚麼都可以 然後 奇怪怪的 立場 什麼叫非建制派 你沒有媒體監察就很恐怖了 香港本身已經沒有了任何制度監察 所以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和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升旗易得道和星期二日報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繼續幫我們點擊廣告 繼續欣賞廣告 繼續用無限loop大法打開節目清單幫你播放 昨天 傑仔有一節說這個野豬 寫了這個野豬恐襲 立即又沒有廣告 Youtube敏感到完全離譜 不過不要緊 因為我們已經改變了策略 因應他的瘋狂黃標 假如我們一天推出10節 他有9節黃標 剩下那一節 就會有10倍的廣告 請大家幫我們吞掉 因為你已經享受了9節 也沒有廣告 剩下那一節 幫我瘋狂播放 瘋狂點擊 這個提名期就截止了 這個假選舉 就是今天截止 12日截止 根據立場的報導 他就叫這些人做非建制派 不要這樣叫 直接叫投共派 也不會有人反對 迪志遠和 王成志 是投共的 那要是甚麼的 民主黨也承認他們是投共的 所以不要寫非建制派了 現在有11個不知甚麼派的人 投共派就報名 有些人就是 不知怎麼形容 那些是 那些很多人都是建制派來的 其實你詳細看看 你現在跟他混合一堆 這班又不是現在的當權者 他們又不是本身一向是建制派開的人 本身也不應該放在一起的 其實如果你硬要分的話 應該這三個 黃誠志 迪志遠 馮檢基 不好意思 還有加上譚香文 這四個 零零射射 就是投共派 如果你還要詳細分的話 迪志遠和黃誠志 就是比他們投得更早 最新的那兩個就是馮檢基和譚香文 不要緊 你們全部都是一家人 只不過是新愛國和舊愛國 還有忽然愛國的分別 那麼你們 又不自稱是愛國人士 你又去幫這個立法會 endorse這個立法會 所以有很多問題要問你 你們如何在那個 受到建制派全盤操控的 假立法會裏面可以爭取民主呢 你們也一定是不會夠半數的 我們也很想知道 你們投反對票也好 你們投棄權票也好 你們如何改變 政府的政策 裏面的法案 怎麽可以令到他不通過呢 那麼你在議會裏面 你會不會進行議會抗爭呢 包括扔東西 拉布之類 3D Buster 拉布 那麼你們會不會在議會搞抗爭呢 如果你們說我們會在議會搞抗爭 我們在裏面要爭取 那麼你可以告訴我們 跟上一屆的立法會 所有議員 經常離開的位 在議會裏面抗爭 有什麽分別呢 為什麽人數少了之後 你們的抗爭力量 會增強了呢 還是你們真的打算 學這個ISK 帶人肉炸彈 在裏面放炸彈呢 我們完全看不到你今時今日 有什麽理由 自稱民主派 走進去參選這個立法會 你說在裏面 要爭取民主 你進去即使 所有支持政府的東西 全部投反對票 你都是投共者 因為你現在不惜一起 走進去 甚至乎你拿到 建制派的提名 人大政協來的 這班人 全部是 你不惜跟他們交易 都要走進去 參選這個立法會 我們根本 百分之一千不可能相信你 在議會裏面做任何事 跟香港的民主進程 有任何絲毫的關係 甚至乎你們在做的事出來是麻醉香港人 現在香港需要的 基本上 是要推翻這個制度 要推翻這個政權 你們做的事基本上跟維穩 一點分別都沒有 說說這個名單 有些也不知道是甚麼派 但是那四個一定要圈住 那四個不是非建制派 那四個 是投共派 這些所謂非建制派 包括這個潘卓鴻 提名的人 就是政協常委胡定毓 還有中華全國 歸國華僑聯合會委員 是甚麼會來的 叫情言 選港島西的就是方非禄 他的提名人士就是 管浩鳴 以及譚雪茵 還有一個叫陳俊雄 提名他的人大代表王有家 還有中華海外聯誼會的理事 叫做關百豪 馮檢基 提名他的人 就是政協委員 簡松煉 還有中華海外聯誼會的理事 是葉祥青 輪到九龍中 譚香文 他的提名 就是人大代表陳曼琪 還有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 港區代表周莉莉 麻煩你自己解釋一下 你有甚麼時候結識周莉莉的了 陳曼琪就每人都知道他是誰 周莉莉我們就不熟悉了 麻煩你自己解釋一下 他跟中國共產黨有甚麼關係 我們跳一跳 還有新界東 新界東北王城志 提名他的就是全國僑聯副主席 盧文端 還有社福界就是敵志願 社福界提名他的也是 政協委員 簡松煉 還有一個叫做全國清聯常委 王子民 王子民 再看看名單 你就會發現 整群人不是政協人大代表 再不是 親共的土共外圍組織 一大堆這樣的人 這是甚麼選舉來的 如果你說立法會代表香港人 不是香港人提名你 立法會議員參選是應該公民提名的 即是普通的市民 不是人大政協 也有權提名一個候選人 這個叫公民提名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有這件事 你們竟然去參加過 沒有公民提名的 立法會選舉要取得人大政協 的授權 你們這樣不是叫做投共 叫甚麼呢 其實沒有辦法了 你制止不了那些人 投共 但是不可以讓那些人明明投共 都出來說謊 說自己爭取民主 這件事 一定不可以原諒 從今天起来 這些人士 全部都是建制派 不要再那麼複雜 祝你們一窩熟 含包散 這裏跟大家說到這裏 再次詞曲 李宗盛 請 你 曾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